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过世 很多台湾人都觉得很遗憾 其实安倍晋三有两段任期 第一段是在2006到2007年 第二段比较长是2012到2020年 两段任期加起来安倍是二战以来 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 他有三大重点 包括了安全政策方面 安倍其实是比较偏右的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强化国防 包括增加支出还有添购军事设备 像当时日本就买了F35的战斗机 外交方面他是走比较务实路线的 包括跟前美国总统川普 他是相当的友好 另外他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的重要推手 另外他也有印太策略 再来就是跟大陆方面 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是签署了包括金融 还有开发的多项政策 在他的第二段任期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安倍经济学了 他有个三支箭的政策 包括了货币宽松 政府支出还有经济改革等等 而安倍在卸任之后 他还是自民党最大派系 安倍派的首领 外界认为他的过世 留下了两大遗憾 包括了没有办法完成修宪 另外还有就是北方领土的纠纷 也没有解决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